自从花千古的热播 霍建华又在内地掀起了一阵狂潮 吸引了少女粉无数 但随着走红的同时 华哥和乔恩的昔日情史也被扒了出来 9月17号 微博一网友爆出霍建华与陈乔恩复合了 并称遭到霍建华工作室的威胁 但在9月18号 霍建华工作室便发表声明 称博主发布关于霍建华与陈乔恩复合的消息 紫虚无有 要求对方删除不实信息 赔礼道歉 并禁告网友删除和停止传播上述不实信息 9月18号晚 原博发布了一条道歉函 请求郭建华的原谅 并保证多发正能量微博 这为了博取关注也是有点拼呀 到头来不仅脸被打得啪啪响 还要负上法律责任 小编表示有些看不懂 要知道我们华哥驰骋娱乐圈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低调低调再低调 飞闻什么的也跟他没有丝毫关系 唯一承认过的女友就是陈乔恩了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往事就不要再提起了 网友们也纷纷说道 您真幽默 你是猴子请来的豆饼吗 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处 忙活了新闻 目前华哥爱上的是 猛猛小单车 其他不约 报道